男人死死抱住女人不让他上前 因为他们年仅六岁的女儿正在抢救 女人虽然崩溃 但依旧努力地压低自己的声音 他不敢吼也不敢大声哭 他只想上前看看自己的女儿 他怎么也想不到仅仅五天的时间 活泼健康的女儿突然变得奄奄一息 五天前的上午单单毫无征兆地开始偷偷 甚至出现了失明的状况 经过检查发现单单脑部长了一个肿瘤 而且位置长得十分凶险 正好长在左脑右脑脑干和脑垂体 这些重要部位的正中间 如果做手术手术的结果只有两种 要么就是下不来手术台 要么就成为植物人 无论是哪个结果全家人都无法接受 你当时就没有想法这么严重 刚刚六岁多呀 那像病毒 那我身上都好 单单的病就像雷电一般 瞬间轰在爸妈心头 因为脑瘤的影响 单单已经陷入昏迷 虽然眼睛睁着却没有任何神采 爸妈在身边轻声呼唤 希望他能有哪怕一点点回应 爸爸拿来单单的奖状 单单仿佛想到了什么 眼角流下了泪水 但眼神还是那么的呆滞 单单妈妈拿出他和女儿的合照 看着正在滑雪笑容灿烂的女孩 让人难以相信这就发生在两天前 单单生前总爱看医疗类的节目 看着里面的小孩没钱治病 小小的他就决定长大以后当医生 免费为那些看不起病的孩子治疗 但现在一切都变得不可能了 单单爸爸为了完成女儿的愿望 经过一天一夜的思考 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这是我见过最伟大的爸妈 深夜一名男子来到医院 他静止走进肝医治中心 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医生感到惊讶 他说 原来就在这天上午 他年仅六岁的女儿单单 刚刚被确诊为恶性脑胶治疗 按照医生的说法 就是没有一点手术的可能 想着女儿想当医生治病救人的愿望 爸爸当天就决定 如果单单的生命无法得到挽救 就捐献女儿身体所有能用的器官 当天晚上医生和这位爸爸聊了很久 对于一个爸爸来说 这个决定是心酸的 但也是最有意义的 单单爸爸原本想把这些手续走完 然后带孩子去看看大海 然而命运并没有给这个爸爸 最后和女儿相处的机会 就在决定捐献器官后的第三天 单单的病情急转直下 被紧急送往了医院病房 此时的单单已经陷入重度昏迷 为了给他治病 单单爸爸紧急联系了 全国最权威的儿童脑外科专家 而会诊就约在第二天下午两点 为了单单夫妻俩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 单单现目前病情还算稳定 医生随即让他们回家先休息一下 可就在他们准备吃饭的时候 医院突然传来坏消息 单单的心率一下升高到180多 血压也降到了高压77 低压43 并且开始失去自主呼吸 医生急忙进行抢救 希望将这个小天使从天堂门口拉回来 可能是上帝太喜欢这个小天使了吧 又或许是单单不想再麻烦爸妈 所以才走得这么匆忙 为了更好进行抢救 单单被紧急转移到了重症监护室 所有人在努力希望他能撑到明天 接受专家的会诊 那样或许还能有一丝重获新生的希望 单单爸爸在门口不停地祈祷上天 能给他那千万分之一的机会 不久后单单妈妈匆匆赶来 看着正在抢救的女儿 她失魂落魄地靠了过去 单单爸爸一把将她抓了回来 死死地抱住她 此刻爸妈的情感怎么样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不能干扰医生抢救 此时病房外单单的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甚至邻居都哭成了一片 所有人都没想到病情会发展得如此迅速 现在他们能做的就是不停祈祷 一个小时候单单的生命体征终于稳住了 但是她仍旧随时都有发病的风险 单单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这种时候应该让爸妈陪在身边 最终医生魄力让单单爸妈进入了重症监护病房 单单爸爸在女儿病床前不停道歉 尽管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但是没能让女儿健康快乐地长大 是做爸妈一辈子的愧疚 女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单单妈妈不停揉搓着女儿的小手 想把这种感受深深记在心里 我们虽然未曾见过单单一面 但是从单单爸妈提供的视频和照片 我们能看出这是一个活泼可爱 有爱心的小女孩 她的离去无疑令人惋惜 此时更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 尽管单单妈妈早已哭成泪人 但她依旧没有忘记女儿的夙愿 她提醒医生尽量将女儿身上 所有能用的器官都提具 但她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她必须要知道女儿的眼睛 安在了谁的身上 因为女儿还有一个夙愿 就是看看大海 她要带着那个人去看蔚蓝的大海和天空 单单现在出现了呼吸衰变 心率急速提升 以及意识丧失和肌肉静攣 都是由于脑袋里的肿瘤 压迫到了中枢神经 医生经过四个小时的抢劫 依旧没有出现丝毫转机 单单甚至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主呼吸 现在靠着呼吸机维持着生命 从发病到现在仅仅六天的时间 单单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得知这个消息单单全家人失声痛苦 面对无法挽回的残酷现实 单单爸妈依旧强忍着泪水 镇定地和医生协调器官捐献的事情 他们想法很纯粹 用女儿身上所有的器官 尽可能拯救别人的家庭 在签完字的那一刻 坚强的单单爸爸再也忍不住 这是单单妈妈最后一次给女儿梳头 单单爸爸剪下一段头发 他将带着这段头发环游全国 刚才还坚强的爷爷 在独自面对孙女的时候 忍不住崩溃大哭 两个小时后 单单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这是2015年第一例资源捐献器官的患者 医生们缅怀默哀一分钟 怀着沉痛的心情展开了手术 医生从单单的身体里保留下来一个肝脏 两个肾脏和眼睛 这五个重要的器官将在五个人的身体里继续发光发热 单单虽然过去了 但是她幼小的生命将以不同方式继续延续 手术结束后 医生给单单系上了红领巾 在即将盖上白布的那一刻 单单爸爸哭着求道 无论是幼小的单单 还是单单父母 他们的伟大令人钦佩 值得我们所有人敬佩